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如何知道 耶和华是至高的神超越其他所有的偶像呢? 我们同来思想以色亚书第41章 这一章的主题是审判中的安慰与盼望 首先1到4集也提到了 神要兴起一个君王来做审判的动作 从45章很清楚看到就是古猎王 就是塞浦式波斯帝国要兴起势不可挡 来除灭众国 所有的国家在他面前没有办法来抵挡 而面对这个君王的兴起五到七节 外邦人非常的惧怕战惊 而他们的行动就是起来依靠偶像 自我鼓励说我们要勇敢 我们要把偶像叮牢 不要让偶像摇动 这是人所走的路 而11到24节再次提到了偶像的虚无 没有一个偶像可以指出将来一定会有的事情 而这些偶像都是虚空 都是虚无 只能给人短暂表面的帮助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降火降福 这是偶像的虚无跟无知相反的 8到20节是真神要祝福属神的子民 8到10节当人惧怕的时候 第8节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是神的仆人 神的朋友 神所拣选的 第10节神鼓励我们 不要惧怕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要亲自扶持我们 11到13节神要除掉一切的敌人 与你真近的将要找不着 不要惧怕 14到16更要审判列国 神使我们成为列国中神合用的器皿 来得胜列国 因为神使我们的救赎主来帮助我们 17到20节更提到了神要供应我们 一切的水泉 旷野都得着神的供应 让我们看见 知道思想 明白上帝的作为 最后25到29节 再次提到了真神的 主权神 新起审判者 并且没有别的偶像 能够从起初指明 末后的事 说明必有的事 第27节 神把好信息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得着安慰 是的 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神是 至高 至荣至伟大的神呢 因为没有一个神 能够从起初讲未来的事 有清楚的预言 但是我们从耶稣的诞生 耶稣一生做的事 耶稣的受难 来看到神预言的真实 以色列的复国等等 让我们都看到 只有神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 给我们盼望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神掌管万有 并且要在我们生命当中 继续的来安慰工作 让我们明白神的心 以及因着信靠你 而得着你的安慰 鼓励 不要惧怕 谢谢主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